海力在超级星期二惨败后 于周三正式宣布退选 特朗普也因此成为竞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最后一名人选 海力在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发表退选演讲时 并没有表示对特朗普的支持 相反 他要求特朗普自己努力争取温和派共和党人和独立选民的支持 海力的退选让特朗普可以专注于11月与拜登的再次对决 特朗普有望在本月晚些时候 及其共和党提名所需的1215张代表票 众议院周三通过一项金额为4600亿美元的支出法案 为约一半的联邦政府机构提供运营至今秋的资金 该法案避免了联邦政府本周末的部分停摆 同时也为解决数月来困扰国会的支出法案之争带来了一些曙光 为了达成这一法案 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再次被迫绕开共和党内极右翼的反对 转而求助于民主党人 该法案将包括6项支出法案 将数十个联邦项目的资金延长至9月30日 因为拜登政府决定进一步加强对PM2.5的限制 制造商和24个州周三起诉联邦环保署 EPA上月出台的新规将每立方米PM2.5的年度限制 从目前的12微克下调至9微克 州诉讼由各州共和党检察长带头 他们认为EPA此举跃权 环保署署长里根表示 新规每年能防止4500人过早死亡 在纽约市地铁发生一连串暴力事件后 纽约州州长霍楚决定 在地铁部署750名国民警卫队员和250名州警 及大都会交通管理局警员 此举将让纽约市地铁已经庞大的警力基础再添一笔 纽约地铁1月的重大犯罪案件 比去年同期增加了45% 此后市长亚当斯为此下令 在地铁系统增派1000名警察 警方表示 费城一辆公交车上周三下午发生枪案 造成8名青少年受伤 这是4天来在该市公共交通系统发生的第4起枪击案 警方透露 当天下午3点左右 一辆公交车停靠站台时 旁边一辆车里的3人连开30多枪 造成等车的8名高中生受伤 其中一人伤势严重 警方还表示 目前为止4起枪击案中 没有人被捕 好了 以上就是读解美国头条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